好 民众好 日本议事与选择委议 哪怕是否是合也是不知道 反正国民党决定 列入交通委员会 向民众党的任国赏 已经在当资本体系的 谈刷生的同意 我这个党的问题 我没有个人的问题 党团怎么规划 我就怎么尊重办理 是不是我 我也不知道 我要等党同志 就我的了解 国民党真的是确定 要让一席的招委 最有可能礼让的 目前应该是交通委员会 我们最初的这个善意 是否能够达到目的 不得而知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需要多加的考量 国民党来要收一些意见 目前如果立委员的招委名单 民政党都是自救 连任一次立委 公顶有中加民区委员 贵国文五级民党中生代 国民党是在内政 要来留保邮军 高金桑梅 一度团出在委 可能留保民众党的 红山山为团 可能留保民众党的担交组 就是每周区域立委 这些空气的电位 真的是卡到地出来 区域的委员 怎么样回去跟选区的民众 去做交代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就发生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很多人都觉得说 可以理让没关系 但不要理让我的委员会 交通委员会 是立法院重中之重的委员会 这背后所牺牲的代价 跟交换的条件 到底是什么呢 难道这就是民众党在院长选举 以不投票来按住韩国瑜的厚礼吗 所以这样的权力交换 赤裸裸的在社会面前 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国民党民众党眼中只有政治利益 令人口水 若白合 整倍就是在一间外 国民党到底要怎么办呢 明日在就知道 民事新闻从合部都 感谢您的支持